大家好 歡迎來到資金樓事務所的一周展望 今天是7月15日 星期六 講過過去一個星期來說 走勢非常好 亦跑贏了其他的股市 整個星期來說 升的幅度達到5% 主要都是幾個因素 當然第一個就是美國那邊整體的通脹壓力大為減少 令到大家相信 美國應該會很快有機會在敷口見頂 第二當然就是由來於國務院的總理李強 見了幾個平台經濟的老闆 跟他們說平台經濟大有可為 港股亦都隨著科技類股份的走勢向好 隨即反彈 而且反彈幅度相對大 令到指數來說 一度上去是19,500點的水平 當然不是整個星期最高位收市 但起碼升了5% 看回來說 當中科技指數的升幅是最強的 達到8.39% 上去4,228點 至於恒指來說 亦都升了5.7% 升了1,000點 至於19,413點收市 國指來說 亦都以6,558點收市 就是5.8億%的升幅 算是厲害的了 因為看回 上證指數也好 深淨指數也好 他們的升幅是不夠2% 上證升了1.29% 深淨升了1.76% 而戶心300指數也升了1.92% 而美國那邊 受惠CPI和PPI的數值 都比市場預期低 反映著 美國在接下來 整體通脹 似乎是有一個受控的跡象 隨即 大家來講 炒回 未來會有機會 食口很快見頂 所以 亦都見到 無論是科技類股份也好 甚至是傳統股份也好 都是隨著 食口預期有很快見頂 機會 就隨即反彈 升幅度是2.29% 到3.3% 至於 上星期來說 市場最關鍵 核心的PPI和CPI兩個數字 都是比市場預期低 這是很重要的 因為 我們一直都在看 美國那邊 整體通脹 都一直是居高的下 就算你說普通的CPI和PPI下來了 但是 核心的CPI一直都不肯下來了 大家都會擔心 整個通脹壓力 似乎是沒有辦法解決到 都會是限制著 聯儲局在短期內 都還要繼續加息 甚至可以說 大家都不知道 食口去到哪裏 因為 例如前一陣子來說 整個出來的經濟數據 仍然都是強過市場預期很多 都是令不少投資者有困擾 不過 現在來說 PPI和CPI的數字 都是比預期低 正好 降低了 接下來 繼續大幅加息的機會 在CPI和PPI數字公佈之後 其實 看回美國的債市 那方面的反應 都是非常正面 例如 看回 兩年期的債市 也是由5泰的水平 是跌回 上星期五 剛剛的星期五 就收回到4泰77的水平 縱使 跌到保利加東路底部 就隨時反彈 但起碼看到 持續上升的形態 有望是扭轉過來的 另外 也看到 十年期的債市 也會回到一些 令到整個兩年期和十年期的債市 也會回到一厘下 至於 看回聯邦基金利率期貨那邊 整個反應就不算太大 重視 我們看到 接下來的9月份 大家預期的加息機會 也會回到20%左右 比起之前來說 22% 那就會回到一些 但是 現在大家對於7月份 基本上都是預期了一定加 因為 如果看回聯邦基金的加息機會 達到94% 其實都是一個很大的看法 就是一定加的了 至於9月份 加息機會低一點 可能都會暗示著一點 但是 大家來說 接下來的通脹 如果壓力再做一步下跌的話 可能加完這一次之後 就不需要再加 但是 息口也會有一個見頂的機會 隨著 息口也有機會見頂 其實 上星期 除了債息跌得比較重要之外 另外一個就是 美匯指數 又 之前來說的102樓上 一下子就跌下來 甚至跌穿了100%的水平 跌到99.9%的水位以下 其實都很明顯看到 就是 大家看到 美國未有再大幅加息的機會 隨即 投資者的看法 都是看淡美匯的走勢 令到 整體金價也升上去 除了這個之外 最受惠的當然是 馬大區的貨幣 例如 例如 我說的 日元人民幣 也隨時大幅反彈 尤其是 人民幣的升幅更加誇張 去到 捱著7.1的水平 隨著美匯回落,一眾美國的股市指數大幅反彈 例如星期五,美股的道指還可以升,升至83點 但道指近期的上升很喜劇 因為之前跌穿了保利加通道中軸,到保利加通道底部 見過3371點的水平之後,在一個星期左右 由底部的一刻才抽到保利加通道頂 究竟可否再漲一步上升呢? 如果你看到最近,RSI是繼續反彈 但未見到升穿70,第一 第二,這次指數是一頂高一頂 但RSI一頂低於一頂 可否扭轉一頂低於一頂呢? 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因為如果一旦,道指是說,沒有辦法 在未來的時間,就抽到高位之外 RSI同期是破頂 其實最大的可能性是動力減弱了 不過呢,有一件事是比較好的 就是,今次的道指升上去 除了一個息口因素之外 第二個呢,亦都要看回他們剛剛出的 一些企業業績來說 是比市場好預期 都有機會成為帶動道指 在短期內繼續向上 以及波幅擴大機會 去到標普馬指數來說 也看到有破頂的跡象 我們都是看好的 尤其是,如果看回,RSI也升穿到70 明顯,走勢比道指好好很多 唯一一樣,就是 還未升上去 即是六月份的高位流上 指數就破了頂 但是,RSI還未破頂 這個呢,我會比較緊張一點 因為很擔心 一旦如果道指來講 沒有辦法再進一步向上走的話 那麼,標普馬指數呢 如果在科技類股份來講 已經升了很多 來到這種水位來講 一旦回調 可能觸發到 整個走勢見頂 會出現了 這個叫做熊貝池的形態 整個波幅擴大 令到標普馬指數跌下來 這也不是說不可能的 如果看納指來講 納指是一路創新高 創了15個月的新高 也看到RSI也破了70的水平 但是呢 暫時還未升上去 就是六月的時候 頂部流上 也會出現一個類似 就是熊貝池的表現 究竟會不會是真的熊貝池呢 不知道的 不過呢 都是先見到有這樣的風險的話 投資者也要先做個打算 尤其是現在來說 去到保里加通道頂 跌回頭的機會其實相對比較大 唯一是看回 現在來說 究竟7月份加息之後 是不是真的不需要再加息 如果再加息那方面 有個真正所謂見頂的機會 到時來說 納指的升幅應該會更加大 看看做不做了回討 那麽一看回呢 美股是做得好 那麽港股呢 亦都是見到有個比較強勁的上升 主要呢 就是人民幣的匯價呢 是出現一個 真是幾明顯的轉翻牆 那麽因為都看到呢 人民幣呢 一旦跌跌 即是跌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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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曾經跌跌 其實在7.1 這時 走勢是轉回強 令到整個港股呢 都是受惠 人民幣是轉世 不過還是要是重看的 例如先看到 星期五來說 人民幣的匯價 就出現了一支比較長的線 那這裏呢 會否斷了 如果是轉向回軟一點,美匯似乎到99.5% 沒有再轉弱,可能會令人民幣的反彈暫時停止 暫時在7.1%這位置有比較大的阻力,暫時預計不到人民幣會去到7算 但對於廣告來說,剛剛這個星期看到一個比較大的反彈之下 恒指,如果以周線圖去看,由2200形成的下降走勢的頂部附近 現在來說,周線圖的MA20是未能破到的 暫時不是太強勢的形態 因為有很多事情說,如果這個MA20真的做不好,不能破損 很多時候都會有回調的機會 例如看回星期五來說,港股只是升了63點 這個真的升得比較少,加上科技類股份是跌的 基本上整個市場在星期五,高開後回落 整體形態真的有一點不太好的跡象 但起碼有一件事,整個星期還可以升 以周線圖看回,RSI暫時未能破到下降走勢的頂部 看看這個星期會不會有機會看到周線圖有所突破 我們看到在過去星期來說,市場升得比較強 恒指,升了5%樓上 其實也有很大的機會,因為我們看到 無論是開市時的競價時段的資金流 又或者是收市時的競價時段的資金流 都在過去一個星期來說,明顯是轉強了 例如我們看到,剛剛這個星期來說 看到有76億的資金在開市時已經入市 一般來說,再前一個星期,只會看到單一日 在7月3日有比較多的資金,13.16億 其他時間來說是有流出的 但到這個星期來說,流入的情況是非常明顯的 也看到在開市的競價時段,追貨率也達到九成樓上 通常這麼高的追貨率這麼高的資金流入 往往是帶著市場升上去 尤其是遲重這麼多日 我都會覺得市場未必這麼快完結 你可以說星期五升少了很多 但我會覺得未必完結 因為市場一向都是周末前 大家就不確定勝 所以說只是減下磅 我們可以看看,在星期五 收市那段時間的資金流入仍然很強 看看剛剛這個星期的收市 資金流入是達到151億 過去兩個星期,加起來總數也沒有那麼多 如果你用收市的資金流去看 所以很明顯看到,剛剛這個星期來說 大家才會進入 尤其是如果是14日 即是星期五那天 收市的資金流達到40億 那天來說,市場仍然升了六十多點 但那些錢都願意進入 那似乎不是單單 純粹是看這陣子的升勢日圓 我會覺得在入市 再加上追貨比率 甚至是錯貨率 因為它是過夜的資金 那去到80% 絕對不是說 在一個很短線的情況 所以如果有這樣的錯貨率 那不排除在收市的見價時段 反映著一些中線的部署 都是繼續看好 尤其是如果我們看回 這個指數和開市加收市的資金流的總額 例如2022年 即是12月的時候 一路上升 其實看到那個走勢上 在最近這幾個星期 我們看到藍色的線 斜了很多 那這個顯示著 那些錢進來的速度是加快 那會不會好像 就是去年 好像去到12月尾 跟著就去到1月頭 1月中那段時間 那即突然之間有個這麼大的升幅 和這麼斜的資金流入 那就真的值得去期望一下 那我也希望 那事情來說 轉回好 起碼大家開心些 那而且也都 我們如果把開市和收市的資金流 分拆開來看回 其實看到 就是說在那個 開市的資金流 固然都有錢進來 但是很小的那個變化 但是去到收市的資金流 藍色的線 去到近來 你會看到是斜了很多 那其實就很明顯看到 就是說 每天那種的建價時段的資金流 最主要都是由那個收市的資金流 是大利 那應該那個看 後市的看法來說 會是比較看得 就是長線一點 至少我會覺得 一個多兩個月應該都沒有問題 這樣慢慢升上去 那至於 在那個開市的資金流 呢 可不可以令到 即是 升的幅度是大一點呢 就看看這段時間 進來的錢 開市那段時間 會不會加快 那至於 在那個科技指數來說 我們看到 就是收市那時候的資金流入 那個速度呢 是比起開市的時間 流入的資金速度呢 是快很多 你看到 藍色的路線 去到最近那裡 就是最右手邊 都看得很斜的 那綠色的路線 就不算是很斜的 那真的只是輕輕 改善了少少 那所以都提回 那至於 那這些 就是叫做 收市才進來的 一個科技類股份 的資金流入呢 都是有助 整個的科指 是可以 踢高一點點 那當然 如果你說 短線去看的話 暫時就 升的幅度 會多了 那所以 也會有機會 先做回調的 那至於 整個的 日線圖 去看回 恆志 由這一層 2.2700 路綠下來 低位 見過18,044 這個位置 就是5月底的低位 那其後 就反彈上去 20,155 那最近 再跌下去 就是18,279 之後 反彈 其實看到 在上星期四 已經叫做 升穿了 20天線 那也都 在星期五 都站著 在250天線 在樓上 那會不會 令到整個市場 有個 轉回好的機會 呢 我會覺得 值得 期待 因為現在來說 保利加通道 垂直高度 其實都幾闊 很難在短期內 大幅擴闊 那就是說 在短期來說 我們見不到 一個比較闊的 保利加通道 就算 指數升上去 我都會覺得 去到 挨除兩萬 這些位 應該差不多 那 尤其是 如果我們用回調幅度 去看 的話 22,700 下回到 18,044 反彈 38.2% 那 就會是 用 19,800 作為 一個 38.2% 反彈目標 上次 升到 20,155 但很可惜 不穩 下回到 19,800 所以 這次來說 都會看著 19,800 這個位置 去到 200,000 保利加通道 頂附近 至於 如果看回 一個比較短線的發展 我們用回 恆指 就是小時圖 在過去的 差不多 一個月 因為 都是由 6月16日 那段時間 開始 見頂 20,155 跌至 7月7日 低位 18,279 計算是 反彈 61.8% 去到 19,534 這個高位附近 已經是 修復了 61.8% 但是 看回 星期五 跌至 61.8% 的水平 樓下 幸好 在小時圖 我們看到 RSI 仍然 都在70 這些位置 在小時圖 走勢上 恆指 是沒有 真的 轉回 差的 當然 很近70 會不會很快 跌穿 其實 是會的 因為 看到 ADR 那邊 星期五 都跌了 130 即是 如果 這兩天 沒有特別利好消息 不排除 港股會 在開市的時間 在星期一 就會先做回調 但回調的幅度 應該都不算大 因為 都會先看回 這一陣 由 2155 跌回到 18,279 之後 38.2% 的回調幅度 應該都會是 有機會站得穩 水平來說 就是18,850 上次來說 如果要做一個 反彈 這個位置 是重要的 關鍵位 不可以 升穿 之後 下降 我們 如果把 互安比率 去看回 最近高位 是20,155 低位 是18,279 做回 38.2% 的反彈 就會是 18,995 這個水平 至於 61.8% 就會去到 19,400 這些位置 如果 我們看回 在短期 裡面 假設 人民幣 暫時 那個反彈 的確 在7.1 這些位置 是沒有辦法再進一步 向好的話 守住這些位置 指數 應該都是 沒有能力 再進一步 向上 例如破 MA20 這個 周線圖 的阻力位 但是 在小視圖 去看回 支持 暫時會看著 18,900 這些位置 只要 不失手的話 整個指數 匯調 壓力 相對溫和 甚至 有機會 站穩之後 再向上 市高位 而 接下來 這個星期 數據方面 星期一 很重要 記住 星期一 看 內地 那方面 出的三頭馬車數據 因為 當日 會出的 6月份 故頭 市場 預期是3.5%增幅 而 5月份 只有4% 記住 如果 出來的數是 3.5% 或者是 好過 3.6% 甚至是 4% 這些位置 港股的反應 應該會很正面 除了這個之外 亦都會公佈 第二季的GDP 市場預期 應該是 7.3% 比起 之前 4.5%好 另外 亦都會公佈 內地 那方面 就是 工業生產指數 的增長 這個數 大家 預期是2.7% 比起 5月份 3.5% 是要 差些 如果 出來的數 是 2.7% 甚至 是 樓上 對於 港股 亦都會 非常正面 除了這個之外 亦都會看 零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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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少 在6月份 市場預測是 3.2% 遠遠 高於5月份 12.7% 因為 前一陣子 所以市場對市場的預測都明顯是低一點 看看數字是去到多少 這次市場預期只有3.2% 我們真的不要期望可以去到10.7% 即是之前5月份的數據 例如中位數去到5%或7% 所以在星期一 即是早上9時半左右 你真的要打醒12分精神去看這些數據 是否對版 如果是不對版的話 當然我們會迎來一個比較明顯的回調 至於除了這個之外 亦要看美國方面的工業生產值 預期亦會有下跌 但跌幅來說也是受控制 因為最近看到 美國那邊整體的通脹壓力的確是減弱了 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因為 工業生產方面是慢了下來的 至於未來一個星期的焦點 基本上上星期出的核心CPI和PPI 低於市場預期 都是反映美國方面的通脹受控 限制了加息機會 而現在來說 最重要是看下 未來的美國經濟數據 是否與CPI和PPI回落有相同的方向 如果這個方向是一致的話 整體的股市做反彈 應該都會繼續比較好一點 第二件事 我相信就是看回美股那邊 整體可以看到 整個的道指也好 標普指數也好 立指也好 全部都已經升到 暴力加通道的頂 反而動力也是比較強的 不過看回RSI 都要小心 因為所有指數來說 都出了一個RSI的紅杯池 接下來這個星期 如果這個紅杯池出來 是繼續指數上升 但是RSI沒有辦法 破了之前高位 就要小心進入回調的階段 至於美股來說 也會進入一個 第三個是業績公佈的高峰期 部份企業 打響了頭炮 進一步推升道指上去 34,500 接下來這個星期 我相信還會繼續 把焦點放在這堆業績上 內地暫時 暫時未見到刺激經濟措施 但是國務院總理 發出了一個比較重要的明顯訊號 就是說平台經濟是大有可為的 這個信息來說 對於科技類股份 是會繼續推向一個好處 星期一來說 當然大家都要看六月份 那個三頭馬車數據 預期來說 會再一步下跌 有望 希望會出來的數據 是比預期好些 至於港股來說 上星期五 升幅收窄 收市的時候 仍然有資金進來 在勁價時段仍然有比較多 資金進來 有40億進去恆指 所以 暫時的後市看法來說 就不應該看得太淡 總之現在來說 RSI是沒有辦法 看到有一個 即是進一步突破向上 我們都是預計 市是先做回調 至於恆指來說 暫時的主要阻力 都是在19,400至19,600之間 而至於小事圖的支持位 在18,900之間 接下來的一個比較重要的關鍵位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希望大家來講 如果喜歡這段影片的話 就給我們一個讚好 記得留言 以及可以把這段影片 分享出去給你的朋友 來到更加多人 可以利用我提供的資料 如果大家來講 更加想鼓勵我們的話 就更加可以用Superfans 支持一下我們 好了 今天的分享來到這裡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拜拜